今天希望把這三個公式全部都串在一起的話 當然這兩個集可以把它刪掉 重來一下 所以其實第一個step這邊 第二個的話如果我要把它 後面三個不要分三欄 我要一次做完 那怎麼辦 我的習慣是這樣 一先把公式一樣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 二的話就是在插入剛剛的mid 所以這個有點像公式裡面再加公式 所以複雜的公式都是串一起的 然後它第一個問題是你的資料在哪裡? test嗎?在這裡 然後star number的話就是 我們剛剛那個公式 就是找到零里區位置加1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幾個字 就是把剛剛的公式再貼一次 然後把這個零里區改成路接到 所以零改成路 然後接的話呢 這個里改成接 然後這個區的話改成道 路接到 然後再來的話 後面呢 移到最後面再剪掉什麼? 剪掉再貼一次 零里區這個 這樣就OK了啦 所以等於剛剛的公式 等於要貼三次 第一次是在star number這個地方 後面加1 第二次的話是貼 Lumber Chars 然後先貼之後改成路接到 把原來零里區改成路接到 然後在中間加個減號 OK 所以這邊的話 再減之後的話 再減再貼一次 有沒有 這邊中間有個減號 那這個減號指的就是說 路接到位置 減掉零里區的位置 那最後就OK了 不過這個公式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把它向下填滿 就是最後我們要的啦 那公式非常冗長 就這一串 那大概雲端白板上面 我有貼一個一模一樣的公式喔 所以如果假設 你們假設出錯的話 可能檢查一下 那當然盡量可以做到 一次可以做到位 沒有錯誤的話 那表示說你這個函數算及格啦 不然的話說真的 如果你假設打半天還不行的話 那可能最後還是要變成要土法煉鋼了 OK 好 那這個完成之後的話 很簡單的 接下來的話 插入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然後一樣喔 範圍對不對 範圍應該到H 沒錯 按確定 然後這邊的話 我要產生一個什麼 叫路接到的這個前十名啦 OK 所以把路接到拖拉到列 不過順便講一下喔 如果假設 你們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後呢 發現路接到沒有出現的話 那請特別注意 上面不是一個重新整理 你可能就重新整理它就出現了 應該也有同學遇到這種問題啦 就是奇怪 我明明已經產生這個欄位名稱 但問題為什麼沒有出現 如果有遇到啦 如果OK 那這個狀況我們好像沒有出現 如果有出現的話 記得重新整理一下喔 然後路接到 把它拖拉到尺 拖拉到列 那你會發現 它會幫你做一些這個資料喔 不過好像還是有一些錯誤啦 這個錯誤可能是 它的規則前面有刮虎 這個可能就會出錯了 那也許 如果你們還有一點時間 也許可以再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把那個公式喔 更完備啦 不過喔 以剛剛的公式的複雜度來看喔 其實我覺得大體上應該就 就先足夠啦 那其他的先個案處理好了 不然的話那真的是太複雜了 所以如果假設太複雜的事情喔 我還是建議呢 可能不是寫公式的 可能要寫程式了 因為複雜的事情寫程式比較OK 那最後的話我們要前十名 所以請你把游標放B4 一樣的動作 如果資料裡面呢 Z到A一下 有沒有 你會發現呢 他就會按照什麼呢 按照那個 就是出 那個切到按鍵的數量 去做排序 OK喔 這跟剛剛一樣 B4 資料 Z到A 好 那最後還有一個動作 可是我只要前十名就好了 我不要那麼多 那怎麼留下前十名 這個最最最最重要 在哪個地方 列標籤右邊不是按鈕 那如果你要留下前十項的話 請你找到直篩選裡面的前十項就好了 在這裡喔 這個同學常常會找不到功能 這邊有沒有 直篩選前十項 那你說老師那只能前十項嗎 如果我要前二十可不可以 其實可以啦 他可以改個數字啦 預設是十啦 那你可以改二十不就前二十了 OK按確定 好 前十項 其實我們不要那麼多啦 我們大概知道前十項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最後的話呢 請你再把它畫個圖表 最簡單就來個直條圖就好了 如果你要數量 那就直條圖 按確定 然後再把這個位置 放在D2到L20好了 大概就放在這個位置 OK 然後最後的話 一樣改一個名稱吧 也許叫什麼 路接到前十名好了 直條圖 OK 就是路接到前十名直條 這個名稱 那一樣把這個名稱 Ctrl C 把底下的工作表名稱一樣改一下 所以我們會有三個圖 就會把它放在三個工作表裡面 最後一樣把這個顏色換一下 然後把它稍微 標題改一下 大概就是讓它凸顯一下 最後把這個圖力拿掉 因為這個圖力感覺有點怪怪的 不太需要 圖力打勾取消 好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今天的作業練習 當然如果你假設 你覺得這個圖你想要多練習沒關係 至少你給我這三個 那其他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 比如說你覺得 老師不是這邊還有那個時段 對 時段你可以再去做一個其他的圖 我覺得堆疊圖也可以把它顯示出 因為堆疊圖可以呈現什麼 數量裡面又可以呈現比例 有沒有 叫堆疊直條圖裡面其實可以呈現 至於其他還有什麼 如果像什麼 12區是不是可以畫成雷達圖 我不知道雷達圖 是不是可以呈現出那個數量變化 也或許可以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其他圖 那反正呢 今天的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透過什麼 透過那個函數 有沒有 然後產生我們需要欄位 再透過呢 這個插入樞紐分析表 得到我們需要的這個報表結果 並且繪製三個圖形 然後請記得啦 最後你就把這個檔案 直接存檔就可以了 檔名其實不需要做另外的重新命名 直接把它存檔 然後繳交這個作業到目頭上就可以 不用另外命名 因為你們每一個人的這個空間都是獨立的 你的檔名不會跟別人重複 所以不用特別去命名 那今天的練習我想就先到這 下個禮拜的話 因為是那個中秋連假 對不對 所以沒上課 那可是我們少一週啦 所以我禮拜三會上課 我會把禮拜三上課的影片 一樣會貼 禮拜三我一樣有上一樣的課程 所以禮拜三上課的 會有線上的影片錄影 所以我一樣會貼到Model OK 所以一樣會有一個 因為我怕差一週的話 你們進度就落後一週了 所以呢 等於是下個禮拜的部分 我會用那個線上上課的方式 你們自己再看一下啦 自己花一點時間 OK 那今天的話就先講到這裡 作業的話已經在Model上面了 所以請各位記得繳交作業啦 OK